观众朋友就从今天开始 如何更有效率的监督行政部门 我们看到国会改革复议案 今天起连续三天决战立愿 不过在此之前 昨天晚上韩国医院长宴请了柯文哲 外界解读 这是在为在野蓝白和在做努力吗 但是昨天的这一场参会 独缺一个人 黄珊珊她缺席了 这立刻让人就想起 2024总统大选 阻挡破坏蓝白团结的 泪双手 好 今天要不要抱歉观众朋友 因为每一个立法委员 都要自己的行程 有时候可能跟家人吃饭 有时候可能身体不舒服 我们也不用太多解读 但是确实韩国医院长 现在开始来宴请立法院的立委 你看国民党分委员会 已经开始吃了 那他昨天晚上 也跟民众党的立委一起吃饭 所以你看包括黄国昌 林国成 张其楷 还有柯文哲主席都来了 因为民众党在康圆 老地方再见面 聊了两个半小时 那大家酒汗和热非常愉快 可是黄珊珊并没有来 那黄珊珊没有来 大家就想说 黄珊在过去对待期间 因为黄国昌跟国民党 包含跟傅婚旗都走得非常近 在立院的这次国会改革的 共产党几乎都站在一块 还一起门口排队 去过门 但是黄珊珊呢 所以常常跟民进党的立委 有时候有效被照照片 或者是被释出 基本上感觉好像有两条路线 就是蓝的交给黄国昌 绿的交给黄珊珊 那这个参会当中 黄珊又刚好没来 所以就被大家解读 说为什么黄珊珊没来 不过呢 那边有跟大家讲 黄珊是因为家人 可能不舒服在医院 所以他陪家人 不客出席这场 韩国院长所召集的参会 好 我们看到了 今天这场参会 如果是蓝白河 再也怎么整合的 下一场整合的战场在哪里 很多人想 2026的新北市长选举 那个主角是谁 就是黄国昌 对 黄国昌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观众朋友 因为已经被多次点到 黄国昌你到底要不要选新北 是 他没有把话讲死 理由很简单 很精确的跟大家解读黄国昌 不管他在哪一个节目 哪个场所讲的 因为我也跟他本人深谈过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身为不分区的立委 民众党就只有不分区 每个人都有责任区 黄珊珊的责任区 在台北市 黄国昌的责任区 在新北市 黄国昌的办公室的服务处 地方服务处 在板桥 所以新北就是他的责任范围 如果 2026年党主席 柯文哲要选新北 他就责无旁贷 他说2026一定要占 但是不是占新北 他主观议院当然觉得是 可是他现在不会跟大家讲 他已经宣布参选新北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还没有这样告诉他 所以就留下蓝白合作的一个契机 第二 上次跟李明贤不是跑去上厕所吗 那天其实我也在一起录影 只是我没有上厕所 我们三个 他们两个进厕所 不过的话题都要聊 结果说出秘密了 你们国民党要让吗 就是在讲说你们可不可以协调 协调出秘密 来 观众朋友 我们说没输了 就是去年 而且到今年初 才刚几个月 1月13日不再刚选总统吗 去年11月不是蓝白合 才多久 半年前的事 结果呢 搞到翻脸不是吗 所以蓝白要合 你到了金塔顶段 只有一个人选总统 只有一个人选市场 真能合吗 那就要比民调 观众朋友 比民调都能比出问题 最后他不认 大家都有误差范围 可是总是参考一下 好 这份民调呢 是中广跟这个 就是这个民调公司 一起合作 做出来的民调 我跟大家讲大白话好不好 今天我们既然都已经跑出来了 这上礼拜就已经出来了民调 这5月底就做好的民调 今天都已经6月几号了 6月已经19号了 5月29号的民调 今天才跑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民调做出来之后 做民调的单位 不想公布它 因为台北 对不起 新北不是台北县 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 他的支持度太低了啦 他的支持度只有5%而已啦 那你要知道刘柯然是谁的副市长 是侯友宜的啊 侯友宜的副市长 那侯友宜总统副首是谁 你就知道 他不想要 就这个可能就 就不是很想公布 虽然做钱做了民调 好不好 可以花钱做了民调 那不管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报信 跟大家清楚解读这份民调 民调在这边 如果你今天放撒卡杜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这个 李四川是35% 对 然后这个苏巧惠是33% 黄国昌是13% 那你公司看这样不够细我给你看原文 好不好在这里 来观众朋友就在这里 民调就在这里 来你看一下 李四川的部分 就是这两个 当李四川遇到苏巧惠的时候 其实他们两个的距离 并没有大量 大概就是2%多 这样跟这要误差范围 误差范围 然后黄国昌是多少 12点84 就将近13 有没有 以这样状况之下的话 我跟大家做简单解决 蓝白河的话就赢了 蓝白河就赢了 但如果上哈都呢 苏巧惠有可能赢了 我再讲一次 有可能赢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 通常做民调以后 做出来民进党跟民调的比例 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们投票率更高 他们更愿意去投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有可能苏巧惠 他有机会选胜李四川 对 那但是黄国昌 确实没有赢了机会 这其一 第二如果换成郑文燦 这个民调最大的一个亮点 在于郑文燦居然比苏巧惠还更强 郑文燦跟李四川 两个摆在一起 你注意看 两个差不多 其实郑文燦比较高 他是33.42 这3.29 他还比他高了 对不对 0.13 所以这种种种之下 黄国昌依旧维持在12点多 没有动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李四川第一个 是国民党最强 第二个 郑文燦不弱 苏巧惠有机会赢 第三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换成是刘和然 又换成是 洪孟凯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都赢不了民进党的苏巧惠 所以答案很清楚了 因为还有两年 以后可能还会变 但以现在目前现况来看的话 李四川远远强于 洪孟凯跟刘和然 那就是之前 没有看民调之前 我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报告的 完全就是方向一致 第二个 黄国昌他的民调 大概都没有超过20% 那以这样状况的话 基本上沙卡都 他是没有赢的机会的 不是 我是充分 我也知道很多人支持黄国昌 网路上线两三万 但以现在目前状况 去年不是也讲 讲克文哲吗 阿伯一定会赢 你要相信民调 现在目前看起来 如果沙卡都去选的话 黄国昌有可能让国民党 这个人赢不了 可是他自己不会赢 那没有办法 那民调就是这样 除非一年以后 两年以后 到了2022选举的时候 整个大改变 否则现在其实看起来 郑文燦跟树巧慧 都不可小觑 他们都有机会赢 而国民党谁最强 李四川最强 好雨萱 你怎么看2026新北这一仗 我直接今天跟大家讲白话文 好不好 因为这个民调出来 很显而易见的 就是在捧李四川 就希望李四川 能够代表国民党角逐 2026 但我反问一件事情 李四川如果是个 最有可能赢的人 他是一个最强的人 那就怪啦 为什么今天问到侯友宜的时候 侯友宜不肯对这件事情松口 因为侯友宜对这些民调 对这个看法 他是不予置评 因为理由很简单 请问一下 黄国昌能够讨论新北市长 讨论到现在 事实上是谁造成的 这个背后是谁造成的 当然是侯友宜 就是因为那场行动座常会嘛 不然俊良哥我直接讲一句话就好了啦 侯友宜如果说不可能 我绝对积极 我们共民党 所提名的人 必是爱是共民党的人 那讲一句话就完完啦 侯友宜不挺黄国昌 就没戏唱啦 所以是侯友宜不断拿黄国昌 这个点位来做拉扯嘛 拉扯说什么 我才是新八市的老大嘛 你要看我的面线嘛 你要听我的嘛 你底下的人想要选 必须要先过我侯友宜这一关 所以他是拿黄国昌做杠杆 我们会讲啦 黄国昌行动座堂会之后 马上一堆人打给侯友宜了啦 有想要参选的人嘛 这当然要积极去拜码头拜会嘛 因为他必须要通过这种拉扯的方式 侯友宜才可以把自己做高 作为新北市的共主嘛 那刘和朗我知道他想选他选不了 那李四川对不对 他想选但是侯友宜不一定会点头 那还有一个黄国昌摆在那边 这种乱七八糟的局面 你要讲说谁最强 然后把其他人头全部压下来 不可能好不好 这种局势不可能会如这种一个民调 就决定说由谁来出马角逐担任 新北市这个2026蓝绿决战的重中之中 是 后知你怎么看 我先讲一下柯文哲啦跟韩国瑜 我觉得韩国瑜的最近的状况 就是他在稳定他自己的局面嘛 就是之前的时候包括国民党内 对他的意见很多嘛 那最近因为傅宜提出事之后 其实国民党内 他就开始一个一个请吃饭 就是要让自己的局面能够稳定 那他也讲了他将来 将来不止他跟柯文哲 他将来连民党都会请 我觉得他是把自己那个高度 垫住把自己的状况稳住 当然我不觉得有太特别的东西 这时候去他跟柯文哲 能够谈什么东西都太远 但是韩国瑜的状况 当然对新北这一局 是一定会有影响 他不挺你四川都不行 而且他不挺你四川你也不信 宇轩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 在立法院同步进行 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 国会改革复议案 在这个地方 同一个时间连续民调一直出来 他呈现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 民众对于国会改革 一副就是带着钢龟往前冲 站到底了 对没有错 因为现在我讲各位 只有一种局面 就是说蓝绿已经把这个国会改革的本身 变成一个标的 但真正的战场是在哪里 真正的战场在于民意 真正的战场在于选举 真正的战场在于未来 后续2025年的罢免战争 所以你今天大家很多人在讨论说 复议案到底会不会过 其实我连看都懒得看 巨案 可是我想绝对会过 因为今天你说好 以国民党的立场 这个叫退无可退 这本来就是我退的东西了 我当然要把你这个复议案给推翻掉 这个合情合理 民众党也是一样 但民进党呢 民进党则不一样 请问一下民进党 现在在各地所举办的青鸟行动 所举办的宣讲 所举办的甚至未来 可能明年的罢免 他最重要的一个柴火 跟他的燃料是什么 青鸟 就是国会改革嘛 国会改革是他的燃油嘛 那我请问一下 今天民进党他会说 我国会改革如果说真的 复议案通过了 我就没有柴火了 那不是尴尬了 我悬在那边 那活动还要不要扮 鸟还要不要飞 都没有了 那不能飞啊 回去朝里面下蛋了嘛 还怎么飞 飞不起来 所以我跟你讲 打假球嘛 因为你民进党 罪翁之一不在酒 他相撞武剑 意在什么 意在透过罢免 能够让赖清德取得 实质上的国会过犯嘛 所以各位 你再回过头来 在这个基础上 你看这个民调 你就看懂了 对不对 今天左中泰是不是在立法院 也踩得非常硬 一下跟傅昆琪站 一下跟黄国昌站 而且提出了六大理由 甚至这个理由里面呢 还写得多硬 说各位啊 你知道所谓的 藐视国会罪是怎么样吗 只要有怀疑 你就会被判罪 就是为了这句话 黄国昌也好 傅昆琪 这个立法院 跟他们站得风火连篇嘛 你在乱讲什么 我们当然还是要 送检察官送法院 还要起诉 然后还要定验 怎么可能说我怀疑 我就办你 就大大在吵这件事情 但各位你看看 高达四成一的民众 为什么支持倒戈 理由很简单 因为现在不管是蓝 不管是绿 都已经全面计划 倒戈的意思说 我要全部改选 意思说我所有 大家重新再来 代表大家现在 根本没有人打算 要和谈 就是决一实战 你要拼 我就来跟你 重新选举拼到底 好 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画面是他 这个我们的院长 去占傅昆琪 另外一场 也非常的精彩 他直接跟侯孟凯 在这边唇枪舌战 对没有错 因为侯孟凯 他就提出一个重点 他凸显出一个重点 是什么 左荣泰根本 连看都没有看 因为各位还记得吗 在法案还没有 送到行政院的时候 左荣泰就已经讲了 没有我们准备要复议 自爱难行 违法违宪 所以侯孟凯当然火大 你到底来讲什么东西 哪有人东西 我考卷还没改 俊阳哥你知道这些像什么吗 来哦 考卷还没来 老师有一个评分表 我直接给你打 零分我就说你不及格 但你考卷来的时候 我再说 我不知道 因为我就觉得你是零分嘛 所以后面还访问他说 好啊那请问一下 左院长 到底我们今天立法委员 职权行司法 也就是我们讲的 国会无法 总共通过了几条 修了几条 结果左荣泰 马上牙抠五言说 我哪在 我是重视里面的文字 你没有看你就提出复义 我不重视数量 我不懂数学 我是看里面的文字 因为你文字也没看的时候 你就说要复义了 所以不要硬拗 所以你显而易见了 在野党跟执政党 现在主持这个氛围 因为不要忘了 卓龙泰那时候 上台的时候 原本讲出什么 最会调和 哪里最高超的 最高尹 大师兄 最乎的 你现在我眼睛闭闭 声音不要听 我还以为是谁 哎呦 陈建仁来了 哎呦 苏贞昌来了 你咋在那边叫什么 站到底好 所以你回头来看 你一开始破题讲的 最重要是要决战民意 民意的显示呢 我们看这两天 都有最新的民调出来 怎么解读 现在民调已经变成一种战争了 各位 我们过去都要来讲 打选举的时候 大家最常做什么 第一个 比造势场合的人气 各位 轻鸟行动 就是一场造势场合 全台湾各地呢 办说明那是什么 在动员 但是你要讲 民调也是我们讲的 大战之一啊 不是吗 蓝白不就是为了民调 战了你死我活了 所以各位 TBS最新民调显示出来 说什么 哎 蓝尾的满意度 哎呦 这个傅昌奇 我也不知道什么 摆在这边 高达39%是居冠 但是我跟各位讲 与此同时 民进党也推出了 非常多份的民调里面 说民进党居冠 所以现在各自在号召 各自的支持者推队 好 听到这个地方 观众朋友 吴征 民进党发言人 吴征在我们的视讯线上 吴征 刚刚宇轩最后 讲到了这个民调 你看到没有 拼国会改革三读 通过蓝尾满意度 居冠 民意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解读 再来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样的 提到了根本民进党打假球 目的只是要催出 更多的青鸟决战2025 你怎么看 昨天这份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里面 事实上是有过半的民众 表示他们现在对国会 所谓在省国会改革的 法案的实质内容 其实他们认 自己认为是不够清楚的 所以我想这也反映出来说 为什么民进党 我们一直主张说 要有更多的讨论 要有更多的公开透明 我们要讨论不是民主 事实上这样的攸关国家 未来宪政制度分工的一个修法 可能现在很多民 很多人民现在并没有 他们自己也觉得没有掌握到充分的资讯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 其实我们看到 T台这次做的民调 其实跟他们上一份民调比起来 不管是国民党或是 或是民进党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 对于政党支持度的满意度 其实两党都是上升的 包含都是从百分之二十几上升到百分之三几 所以我想其实这突然 这也跟最近的国会的激烈交锋 有关联了 可能不管是对绿营 我们自己的知识来讲 或是对兰英知识来讲 大家看到自己的委员 在立法院里面去代表政党的主张 然后去不论是你要去辩护 或是去质疑 大家看到这样的交锋 其实才能够更了解 各自政党是什么立场 然后我们立法院里面 大家到底在主张什么东西 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 大家更关注到立法院的动态 所以不管是蓝绿 最近这段时间 政党的支持度都提升了 所以我想事实上 这也回应到我们民进党 一起来诉求 就是应该要在立法院里面 好好的讨论 好好的交锋 甚至你说辩论 事实上都可以让更多人民知道说 我们到底在吵什么吗 谢谢吴珍 这是吴珍的观点 你赞成吗 我觉得民进党就是一个 打混蛋的战术 第一个他就坚定他自己的基本派 然后指涉对方是 听习近平的话 去修法的 用抗中保才这种老调 又去扯到立法院的事情 就扯到什么爱不爱台湾 什么扩权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 这种讲法 坦白讲 我觉得很多逻辑的错误 我们这样往上走 你说赖清德这一个月来 我觉得他基本上很多路线 做法决策 基本上都是相互的矛盾 他到底是要一个站的总统 还是要一个做事的总统 到底是国家要走向一个团结的 还是走向一个持续不断分裂的 那你是要为了这个立法院里面 如果来是要福国立民 还是一路占到底 然后重新来改选 然后说重新来改选 然后后来又放话说 我不主动推罢免 看对方要不要推 我在四季而动 到底他的路线到底是什么 那你说是外面找这些群众来 坦白讲就南部的情况就变成民党初选大会 他分文宣 大家到底最上面讲什么 其实坦白讲并不清楚 因为一般人这样去问 我问周围很多朋友 每个都问立法院到底在打什么 到底在吵什么 事实上也不清楚 所以不清楚情况下 怎么样东西用最简单 抗中保台 蓝白一起来卖台 配合习近平 这种最简单粗暴 而且无厘头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未来三天 结果其实不用看 都已经知道 不一样就不会过 不会过 只看就未来他们下一步的 民进党政治动作是什么 那外面揪的人群 只证明自己 是站在有理的一方 那民进党一方面说 这是民众自己的做法 我没有动员 但事实上 民进党每个人都在加油添火 所以这一个月 我觉得时间过得好长 到底我们的国家 到底是怎么了 我们的决策者 到底要走哪条路 搞得大家 跟我们天际一样 搞得大家 闷头转向 所以后知到底是谁 故意不想法条 讨论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果刚刚 这个无证的说法说 你看我们在里面 努力的奋战 我们才有 越来越高的政党支持度 那不对啊 如果照刚刚 司刚的讲法 不讨论的是你们 难道 绿营自我感觉良好吗 我必须要讲 就是国民党 在国会改革的那个法案 在立法的过程中间 程序处理的不好 虽然合法但是处理的不好 所以你会发现说 前一段时间轻鸟行动的声势 的确有上来 可是你看最近这几波 这几个民调 就是说 虽然大家的机构效应差异有点大 但是你会发现说 大致上来讲 民进党的声势 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 并没有说 就是说 你原本前一阵子轻鸟行动 如果声势是好的 最近明显是掉下来的 就是说 因为你的态度太明显 你让大家知道说 你其实根本不在乎国会改革 你就是要罢免嘛 你根本你不是在搞 不是说人家真的扩权 而是你要搞斗争 因为民众不是从 不会回头去看那个法条 假如再讨论再清楚 人家也不会去看 但是从双方对峙的过程中间 那个态势是明显的 你现在就已经讲说 我要罢十个 对不对 我一定要罢十个 然后你再从赖清德 今天成立那三个委员会 大家清楚说 是你民进党在扩权 是你赖清德在扩权 是你民进党一天到晚 想要搞政治斗争 不想要没有政策的是你 就是这样的状况 就是民进党在同温层里面 觉得自己很热 但是这样的状况下去的话 对民进党来讲一定是不利 因为我其实 T南的民调我还蛮意外 就是说居然我们觉得说 兰尾在整个空战被K的这么惨 但是他的声望的支持度是提高 表示很多中间的 原本没有那么敏感的群众 的民众 在最近的动作之后 他突然觉得说 原来民进党在闹事 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郡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